如果你没有杨诚腾 我又不懂用微信支付宝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买票 你吃的到齐 这个还没吃完 这个一定要吃完才给你酒 因为打不到包 这种不同 前几天我们吃到的那种 这种是切得像这样大件点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所在为陈家子地站 我的影片经常来这边拍摄 但我发现好像都没跟大家说过 这个地铁站现在变成怎样 大家看看 首先这个就是它的地图 这里是属于8号线和1号线的交换 你可以去到康黄中路 通常如果你要去康黄路 G这个口会更方便 如果你要去陈家子 一定是E D就麻烦一点 E是最好的 至于如果早几天有看我们 去吃烧烤的杂饼 F就最好的 在这里这样兜过去 然后是荔湾路 荔湾路 D口 如果我们要去龙津路市场 就A口 因为在土兴行 这样一穿过去 就是了 这里就是龙津路市场 这条大名鼎鼎的1号线 我想就算没有在广州住过 即使是香港观众 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这个位置 陈家子地的站 如果一个方向 你可以去到龙港所 早几天去过 西门口 那里有两个很厉害的寺廟 你还可以去到东山口 这条大名鼎鼎的1号线 反而8号线 一直往北 你可以去到石井 但往南 就同复西 至于你可以用到什么票 就是多了 首先是无接触式的阳城通 又或者是 这些是20元一张的 一日票来的 一日票来的 三日票是55元 如果答够多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如果20元的话 你乘搭去南沙来回 其实都不知道 然后单程票 又或者下面这些 这些老人票 这些老人票 很多观众都问过 究竟怎样申请 我可以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香港观众基本上 你是办不到的 你要有暂住证 各种才行的 挺麻烦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你就可以60到65岁 搬家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 这些免费都可以的 至于面前这一部 就是自动售票机 它是支持现金支付的 如果你没有阳城通 我又不懂用微信支付宝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在这里买票的 比如说 这里上边写 陈嘉智三个字 如果你很清晰知道 我是买2元的 你可以直接按的 例如我直接按2元 它会告诉你 可以自好事 也会告诉你 去到哪些什么站的 这里还可以选 你要买多少张票 这个是挺方便的 如果我按取消 比如说我想去曼景沙才算 断股也不知多少钱 你就在这里找了 你知道曼景沙大概在南边 应该是 这里是18号线 因为有时的线路太多 是不记得的 它就会告诉你 是多少钱 这个是要11元 然后你就将纸币等下去 这张是20元纸 它上边已经写住了 纸限5元10元 因为我不是真的买的 所以让大家看看 万一如果你不够现金 像我那样 只有20元 你还可以去换银仔 你还可以去找工作人员换银仔 例如面前这种服务中心 但有时候 因为可能他们人手紧缺 即是高峰期的时候 他们要去帮忙 他不会长期坐在那里 等你换银仔 你走到近 你按那个键 他就可以有工作人员 及时过例 提供服务给你 就是这里 而且如果下雨的话 你还可以找他们的工作人员 拿雨衣和遮掩 遮掩就要付20元 只要你不要弄破遮掩 是随时都可以还得到的 还有什么 还有基本上都是这样 雨衣的话就一次性 但其实很薄那种 雨衣是会方便一点 有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借 还有一个就是安检 这个是入口 所有袋都要安检 如果有水 你还要喝一口 基本上跟深圳是差不多的 至于我们就要去A出口 等老婆 因为我们又要去买包 因为接下来 这个星期六入口 我们又会出远门 要是实际情况 你要看天气 各种因素 或者自己的状态 是这样的 先想包买了 还有又说题外话 很多观众都说 你吃得不可以 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买了包 我会这样做 现在女儿放假 我们晚上等到电饭煲 蒸完之后 第二早上 我就拿几个快饭 回到公司吃 但我就会去到快饭店 先吃早餐 那几个包留分钟不吃 所以只要不拍摄 其实吃到很简单 不得不提的是 有部分地铁站 仍是会有洗手间的 但是为数不多 这里是其中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通常 如果去到晚高峰的时候 的话 就会很多人 就会人流管制的 比如曾经有一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 5号线的位置 2号线转5号线的位置 超级多人 你没有办法 你只能跟着人走 他除了入站 是不会做人流管制 或者可能入了室内 会人流管制 在站内也会人流管制 因为他不想人全聚在 你跟着人走 其实情况不是太差 最坏情况 我试过等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沿着这条路走 一路走 我们就可以去到A出口了 我会合了 老婆再说 先留给电话 他已经说在 黄沙地跌站 同属1号线的黄沙地跌站 我们又上了地跌站 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 我们看港产片 常常都会见到 警察先生查身份证 其实在广州都会的 刚才我又见到一个 不过人家警察先生 拿着那支棒棒 我没理由拍他 都是很有善的 有时候 我说我们 在国内 在广州是可以 法律上找他 不需要带身份证出门口 但只要你 说得出身份证号码 他在那部机内 看到跟你的样子是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海外回来的观众 你拿一个护照 其实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通常他们会在地铁站 又或者地铁站上落的位置 进行这个事情 看到就配合就是了 至于我们现在不如先去吃饭 因为太热 市场真是很耐用的 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中山七路 在前边往右转 就已经是康黄路了 其实不用A出口出路 我们在前边的口出路 没有所谓 都懂路了 在前边往左转 就可以去得到 应该是荔湾路 没错 康黄北 康黄北 康黄路 康黄路 至于面前这里就是烟厂 已经整成这样 我们每一次经过都在看 看它的工程进度是如何的 是 检查一下 当然不是 傻的 什么时候轮到我检查 好像又整得挺漂亮 又是整那些美食商场 因为它生产肯定不是摆在那里 再来我频道刚刚开始无奈的时候 那时还是疫情期间 这个楼本已经建立了 到这半年左右 它就开卖了 大家估计多少钱 就是这个价钱 力顺西关牙烛 89平方米 668万一套 即是说66000 66000元一套 66000元一平方米 7万 你怎么计算 7万元 挺厉害 但是位置是漂亮的 你这里四通八达 你又去到 那部中线107 对啊 又被他们发现了107 我们讲回一栋楼 这个位置很漂亮 老城区地铁商交汇线 陈家子一号线八号线 一号线最漂亮的地头 大贵 你也很久 先楼的楼本是超漂亮的 地理位置比不在港 附近又有大医院 即是我女儿出生的那间 在那儿走过去都不是很远 附近又有好学校 老城区的学校都不会太差 当然不够东西口那些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而且一手楼肯定贵过二手楼 老城区很少这么漂亮的一手楼 这么漂亮的位置的一手楼 准备卖了的 几日轮都没轮到我 好像中介那样 买的那些是不会讲出来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真那些是不会讲出来的 至于这里就是烟厂 就是大明顶顶的烟厂 现在准备变成一个餐厅所在地 好像是那些很多的餐厅放在一起 然后被人租出去做餐厅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吃饭了 5点钟这么热 上去找些地方坐下 吃个小菜 再来如果有观众想买阳城通家 其实你来71 记住是71 都是有得买的 职员会教导你如何使用 因为需要10名 请问阳城通家现在几千张 我们没有用 没有卖的了 那边有卖的 哦 地址下面 地址下面 哦 地址下面有头肌 都不买东西 哦 好啊 两支的 是否成功前请不要走开 那10名制他都会做完 因为要10名制 要 真是乌龙的 真是乌龙的 我猛地回答观众 在频道那里 回答观众 说便利店有买 刚才说 职员姐姐就说 没得买很久了 那他就教了 下去地址下面买 是 有部机 是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说 回来玩三两天 就可能真的没有必要买 好像我先后那样 拿现金 直接在那里 给最干手正脚了 是吧 包无花架的 至于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吃饭 道軒 以前的金龙船的位置 看到他围上木板 还以为不开工 不是 这里 这里才是 肯定有的 我们上来餐厅 早了几分钟 灯都未开 现在刚刚开灯 窗口的位置全部设定了 包括这些都是 但是 顺便放一张纸 可以让我们选择的位置 并不太多 这边也是 全部设定了 总会有的 灯就刚刚开了 这里我们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来吃过的 都挺好的 起码是够光猛的 实在夸张 现在5点06分 先头都说过 我们上来的时候 还在想 究竟开门没有 跟着叔叔、阿姨上来 一上来 只剩下两个位置 可以让我们选择 要是三张桌 我说的是小桌 全部都被设定了 大桌都是这样 不看 先压住这里 这里是很爆发的 他们是装修过的 都很长一段时间 十年八年都有 之前来过一次 很抵食 而且环境又够好 又来到眼花聊聊 独餐牌时间 这个就是特价 28元一位的冬瓜盅 一位的 说清楚 如果这么大盅 是88元 未经常会选择 再来 这个主要是海鲜为主的餐牌 盐插黑时价 盐焗花楼时价 盐焗大列包 都是时价的 再来就是这个 香煎 章鱼饼饼 记住是章鱼饼 38元 如果人类也有小朋友 这个可以试一试 有马鲠鱼 竹腸 竹腸我上次好像试过 他们做得挺香口的 这个也是可以试的 如果大家不介意吃这些竹腸的食物 可以考虑这个 当然我们就不介意 再来 花椒牛花椒田鸡 简单来说 这边就是焗爽扇 挂钱好像贵一点 138元 其实爽扇份量是很大的 这里是椎大腸 都有的 他们这里最出名 我记得应该是 烧鵝和五甲 都是特价20多 30元出头那种 好像29元 但就要一个正价菜 达得一个特价菜 我们应该会 见一个正价菜 一个特价菜 或者加个炒饭 到时再说 再看 海味椒粉丝煲 这些就是家常小菜 沙姜椒猪利 都是58元 这个是孤清的 还有鱿鱼酥 豆角 韩山蝦酱豆角 38元 不贵 我们回到方村价 真的差不多 这本就是小餐牌 已经读完 那些烧鱼就这样挂着 很多人怎么办 不知道有没有特价 先看看 他们有三个分店 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位置 龙津路 第二个是黎湾路 黎湾店 即是早几天我们经过去吃 动感小西关高路口 黎湾路 还有西华路这个小梅 大家一起对面 不是 那边也有一家 是的 都是在这里附近 先来就是一些小菜 这些是不到的 不过我们上次是吃过这个 五香牛煎其实挺好吃的 是的 再来就是有鸡 粤菜酒楼 地满母鸡 暂光白切 扇鲜鸡 说清楚是扇鸡 62元是一例的 再来还有暂光菜 白切萝 鸡肉 猪肚 又或者这些白切萝藕 还有这个 如果是我这样计 其实我挺喜欢吃这个 是 刹骨猪瘦 68元一粒 再来就是特价菜 先头我们问过 这个是乳鸡 现在它的原价是38元 但是特价是27元 要搭一个原价菜 以此同时就到烧鸡 烧鸡是68元 特价是29元还是28元 29元 好像是 亦都需要搭配一个原价菜式 再来就是黑叉烧 这些就不慢慢读 不过价钱都不算好 那58元 58元 会现成奔客其实都挺好的 甚至乎9元8元的特价老水 鹅头都有 不过应该是特价菜 再来就是这些 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 藤姜焗炉鱼 一条的 是一条 68元 多煲鱼也有 又或者是大头葱菜 牛肉蒸菜心 还有它们还有很多这种 叫做磨仔菜 我是这样形容的 有这个鱼头 又或者这个 这个焗黄骨鱼 或者上面这个焗鲜虾 又或者这些整缝上的 大锅炖鱼 大锅 又有虾又等等 168元 而且它们的脆皮大肠 也是很好吃的 还有这个咕噜肉 可能里面 看个样子 我说看个样子 可能里面的肉比较肥 还有残虫炒粒 我们要选一个正价菜 正价菜 陈皮蒜香骨 有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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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瓜浸鱼虎 上次就吃过 老婆说这些 这些汤汤水水 上星期才吃过 就不吃了 这个肯定不吃了 竹生上汤 43元 可以考虑 汤汤水水 未必会 有蔬菜 遮芥蘭 还有扣肉煲 红腰豆 炖猪尾 客家豆腐 这是一位好吃 这个的 Tarzan 千亡花 这太热气了 不要 不得不提的是 现在有很多客人 Tok刚来 已经怨声再度 希望用这个字 也对 但为什么会没位置 因为四人哪里 说得很小 很搞笑 如果有还有这位置 大家未必给券得因为 N partnering 18充练藕 后43元 LGBTI 还有 myths 雞虫炸 材菜葉 好 都有 可能会考虑这个 我想要这个 莲藕好凉血 那些菜式实在多 我又不再啰嗦毒了 因为都已经选好了 牛仔骨 青芥牛仔骨 如果是女儿来的 就是这个她喜欢的 这么快第一道菜就送上来 因为现在莲藕不是当做事 我们换了一个猪担折瓜锅 这么大锅 但底部很浅的 都不是 都很浅的 我看怎样吃得完 吃完折瓜 幸好是折瓜 让人到市场都不用买这些 这个好吃的 这个菜是正价菜 这个叫做正价菜 这个好像是48元 不太记得了 合理操作 正常的 是这样的 够了大锅 好像喝折瓜汤 还有猪担 不要吃太肥 不过其实 就算是肥的部分 它都煮了肥油 又不是很肥肉 如果有些做了肥肉 这些折瓜 已经是煮了很久 火候控制不好的那些 这些还可以夹得开 不单如此 它们还配有一碟豉油 你们吃汤渣 会不会有多豉油 其实我说不会 正常的猪渣 猪渣 它不是很咸 有些猪渣 有些猪渣 可能有些烧肉 那些不知什么部位 它很咸 它很咸 这个就不会 折瓜很甘甜 上次我们去那家 也没有太好吃 哎呀 我吃的 很少的 汤清的 对 很清的 二十成 汤又好喝 它又不算是老火 很多飘防物 在上面飘 应该都是撇掉的 你说完全没有 是假的 撇掉它 送上来一会 刚好又不算老火 但又够清 是的 即是死得那种 是的 它的猪渣是有咬口的 不算是煮得很软 很软 那种的 没有订位 没有位 我已经听到这一句了 是的 我们真的算好菜 嗯 嗯 嗯 哇 汤都未喝完 另外两道菜又送过来 烧鵝已经出来了 还有这个炒牛河 卖上也挺好的 让我快点喝完汤 炒牛河 我们已经吃到齐了 这个呢 还未吃得完 这个一定要吃完才给酒 因为打不到包 是的 可以打包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 湯打什么包 还有炒牛河 炒牛河 应该吃得完 这个呢 吃剩一点就要回家 哇 这里有个鵝皮 是吧 湯喝到这里 我已经爆了 真皮 店饭煲油�疫鴿也很好吃 是 店饭煲油鴿也很好吃 是 店饭煲鱿也很好吃 上面还有一些白芝麻 挺有心思的 牙菜 牙菜好像是大豆 但这个不重要 是大豆牙 小还是大 吃炒牛 卖上可以吗 大家看上去 牛肉看上去就挺漂亮 牛肉吃得很好 够软的 不是很硬 这是柳的部分 近期吃过的炒牛肉 这个酸比较好 又有锅气 而且价钱又抵抗 这个可以真是值得一试 其实严格来说 如果它吃到 这个也算是正价菜 还可以碰鱼 但它吃不到 没必要 加上昨天才吃了 做了红枝乳鱼 吃太多 又不是太好 牛肉的粉 吃到差不多咬完 咬完 咬到口的时候 仍然有一种霉金的味 即是米香味 又是炒牛肉 又是炒牛肉要有的 而且 狗黄够多 不会给你少少 虽然不是手工粉 但也不是优粉 因为米粘比较多 所以容易碎 也是正常的 我逼不及待 吃完这个炒牛肉 尝试烧鵝 即便是特价烧鵝也好 它下面也是有一盏灯 照着 即是保住温的 所以我吃牛肉 才是这样的 它这种不同 和早几天我们吃到那种 它这里是切得 好像这样 大件一点的 我早几天吃到那些 就薄一点的 亦都会有酸梅醬的 在老城区来说 农津路来说 这间都算真的 性价比较高 还有还有一个 大家要知道 在农津路上 是旧城区 好的餐厅是有很多 但是始终 环境 这里就真的 都算 在我的印象中 我都吃过农津路这么多间 这间都算数一数二 真的 因为有很多 但是旧屋改建 烧鵝皮超级脆 这一部位 下面就不是很邪恶的 不是很多肥膏那种 它的皮是脆的 不算很多油脂 就不会很邪恶的 油脂那些 怎么说呢 吃都真的过瘾 但其实都不太好 偶尔一试 不妨 这块好吃 对 这块好吃 有少少肥在下面 都不用去米芝莲 我大概 十二三岁之前 我吃鸡 烧鵝 是不会吃它的皮 鸡好些 吃得多些 烧鵝基本上 我不太喜欢吃 有一次 那间餐厅倒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 应该是华山大厦 以前我说 还有一个餐厅 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有一次饮宴 吃了烧鵝 咬它 爆汁 自从之后 就爱上了它 当时吃到的烧鵝 跟这个差不多 壮大 不过皮就没那么亮面 皮就不容易化开些 最完美的就是肥而不利 又有爆汁的感觉 但又不会说 整件肥膏黏在里面 这个应该都算做得到 上面这里 好像在吃那些化皮乳猪 对 吃到这里 老婆发现 那个汤里面有干营柱 又有虾干 又有干营柱 挺好的 切瓜最容易吸收汁 切瓜煮这些煮的猪肠是最适合的 我们慢慢吃 吃饱了之后 就会在市场买些东西 走到龙津路里买东西 然后就回家 一个女儿在等待我们的食物 回去吃饭 最终我们卖了单 124元 大家设计 是三个人的份量 来的 这个打包包给个女儿 抵食啊 茶葵 纸巾 饭盒 茶葵 茶葵6元 茶葵6元 纸巾饭盒那些不说 抵食啊 来到现在这个时段 已经 错了八成上载率了 还有少量客人未到的 不单如超 大家看看下面 其实我们都试过这样排队等位 我们上次来 就是要等位 不过幸好 我们餐厅够大 很快就有客人离职 请用餐 D9 请用餐 请用餐 每个城区都是这样 看见这些 其实我就知道 我们准备又去龙津路市场 不买菜了 就在前面 我们可能会买些冬瓜 买些水果 是不会买的 买些包 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进来 不在前面那里进来 在前面这个位置 我们转出去就是龙津路 这道门 这道门 一向都有门 之前还下了半道闸 要拆下新鲜果 现在就拆掉那道闸 因为排污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变成 其实很久都是这样 有部份是拆掉的 前面还有留了一部份 很大部份 可以来卖菜 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就可以去得到华桂路 即是圆记腸粉那里 现在这个时段是6.3 6.15分 市场好像都挺热闹 因为始终夏天 天色就比较光 我们要进来室内 室内里面都很热闹 通常进来 我们直接去前面那档 看看有没有特价 这里卖鱼的 我来到这里看到 今天它不是很旺的 没有特价 平时这里质满人 老师在这里玩了手机 折瓜2元 买吧 又买折瓜 我们最喜欢吃折瓜 感觉上这个时段也算多人 可能真的天气热 很多叔叔阿姨 都是早上买齐送的 又或者好像我们先后那样 出去吃个饭就算了 还有洋葱 买一个 我们广东人买菜都是这样 买一个 在这里看有没有虾买 什么 22元 包高楼市虾 后面就18元 18元一斤 这里20元 只剩2斤 不买了 接下来这一行 买水果的 都是在那家之前 拿了水果来 到现在还没吃完 我们吃水果 量都已经够大了 但都还没吃完 所以大家近期见到 我们很少买水果 就是这样的 再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差不多 6点半了 市场真的不算太多人 可能因为到夏天的话 他们可以买菜的时间更长 冬天很早 收了热口 第二天就热了 很多人好像我们这么懒 就去餐厅吃饭 这个位置是最热的 还有流年 78元一个 这里进去 可以回到外边的路 不过这条路 他们在搞卫生 那些水很骯髒 不要在这儿走 走回华桂路 那段好过了 发现这里还有个卖干货店 那些辣椒干也有 灵芝也有 其实我们就要去早留买包 就在前面看右转 还有老婆先拿看的黑蜜瓜 很重那种 看怕都是不要给她买的 那些猪肉 我刚才听见 在那个口语那里 那个老板说 喂 女儿 10元 我老婆买猪肉 10元一斤 前面就是早留 不买 那不买 那不买 那就是 上次那些肿还没吃完 那我们只能是错过它 老板在收拾包 以前戴口罩不完 现在没有戴口罩 这边买包买种就最好 终于在7点钟 我们是坐地铁回到家 原来前面又有一个市集 就是这里了 这个市集 由去年疫情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了 因为很多室内部分 你不能进去 然后就开始有这个市集 时至今天 还好像常态化那样 昨晚我坐地铁 经过回家的时候 就已经见到 一来到我们就见到 广资旅的 都不知道算不算贵位 他们放了一部房车 应该是说房车旅游的推广吧 1元抵199 抵50 请问是否可以租一部房车去玩 可以 可以单车 要不需要C1排 A1排 C1排 可以 C1排 可以 C1 C2都可以 那 平均多少钱一日 大概 我有个知识 要看行程 千多元一日 千多元一日 但是你继续可以吃 没所谓 那些没问题 那些当然 不用出省 省内也可以 清远也可以 好 谢谢 通常以往这里的集市 首先会见到一堆这些卖食物 我老婆经常说 这么热 他们都在这卖 看来利潜很高 除此之外 前面还有肯德基也有的 还在这卖雪条 章鱼小丸子 雪糕 当然是雪糕最后卖 我还记得以前疫情那时 很多餐厅都不敢开 这些是半官方举办的 有儿商店做的 还有BBQ 超过人的 这里还卖鸡蛋仔 和瓦仔糕 这边就是一些食物 前面好像还有人在唱歌 不过就是这样 我知道 入了麦 那条片都不用出了 所以 都是不拍了 很厉害 还在现场唱歌 很懂得和现场观众搞气氛 至于这边 继续是广之旅 又有郭肇文壮 甚至九阳麦电饭煲 也有 又或者智美渣 都是一些大牌子的东西 还有这个 《环球影城》 主题同款 我女儿是很喜欢这个 古仔 哈利波特 要不要买一杯 花鸟 应该是没有酒精 是没有酒精的 至于这边 继续是卖食品 看到卖食物的真心不多 但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其他人真的不知道 通常早上我上班经过这个时候 看到一搞完雜事 其实都会有很多垃圾 整地吹来吹去 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晚上收档的时候 那些环卫工人 叔叔阿姨当然是睡觉中 不过旺场就是这样 不过旺场 还可以在那里喝啤酒 喝一杯美啤酒 常渣泥 这边还有一吊公仔 这边继续是在卖食品 这边还可以画画 而且始终现在疫情开放了 大家看到 外国人越来越多 刚才我坐地铁 就看到一些拉丁南美人士 又或者非裔人士都看到很多 他们是一家人 很开心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是时候回家 还有一陣子到家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